视频中有两条柴犬正在散步 其中一条有一位犬主牵着 另一条却是被一只无人机牵着 陆女士说当时自己在晒衣服 顺着嗡嗡的声音就看到 有一只无人机在遛柴犬 对于这条柴犬 陆女士说自己并不陌生 犬主是住在附近的小高 那时狗就是我们家逛逛 是我一个突然的想法 因为我跟你说 就是像我这种加班狗 我每天加班到很晚才回到家 然后躺在床上就真的很累很累 但是家里就养了这样一条狗 你总得去遛一下吧 我那时候我就突然想到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新摆的无人机去遛一下 平时就蛮喜欢一些数码产品 然后那天我看了天猫618新品之多 我就被这款无人机就算被中 本来就是打算 它在风景啊 然后出去玩的时候 也可以一起把这个无人机给带上 但是这样有没有想过 就是遛狗安不安全 应该没问题吧 我在阳台一直是盯着我的狗和无人机的 我不会让他们离开我的视线 所以应该是蛮安全的 没事的 你觉得是你在遛飞机还是飞机在遛你啊 不过小八还是建议小高 今后尽量亲自遛狗 也是一种锻炼嘛 至于无人机可以多拍一些 他和柴犬一起玩耍的视频和照片 对他和柴犬一起玩耍的视频和照片